我在這張新專輯當中 我寫了一首歌叫做 《媽媽的男彎》 那這次呢 除了我自己唱的 《媽媽的男彎》這個版本之外 其實這首歌的來源 是因為受 有一個原住民的故事背景 才動到才寫出來 因為前陣子發生過 媽媽屬災 然後發生之後 其實有感而發寫了一首這樣的歌 所以我覺得在在區 大部分被影響很大的部分 還有很多是原住民的家鄉 所以呢 這一次呢 我特別去屏東找了一位小女孩 她是原住民 她是來自屏東的親葉的一個小孩 她叫做小愛 那特別找了她幫我錄製 一個特別版本的《媽媽的男彎》 其實這個版本是原始的一個demo的版本 在我唱之前就已經有一個版本了 然後這一次呢 也希望說可以讓大家聽到這個版本 這個原始的感動 因為當我聽到小愛唱了這個版本的時候 其實我心情 心裡是非常非常的感動的 因為她真的能夠把這首歌的精神 這首歌的歌詞唱出來 而且我覺得她唱 才是真正的那個故事 我唱我只是把我自己的心情 我自己的印象把它唱出來 我覺得所以我想 借用這樣的機會讓大家去聽到這首歌曲 聽到這個版本 然後也更了解小愛的背景故事 就是更了解在她們環境當中的一些 我覺得的一些感動 珍惜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從她們的故事當中 我學到了就是 人跟大地的關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親密 就像我們跟媽媽的關係也是那麼的親密 那麼的需要彌制 所以我希望這首歌曲能夠 真的可以感動大家 然後讓我們真的去體會 就是小愛的故事裡面 歌詞的故事裡面 想要表達的一種很簡單 很單純的一種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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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